彪哥的推薦 主任的狀況 我們已經知道彪哥現在目前在醫院進行 可是就昨天晚上 整個綠營的媒體的話 還是針對這個不慣的在攻擊 那對一個病人來講 在用選舉的那種操作上 去攻擊一個病人 這個你在看的話 會不會就昨天和孩子這樣 這樣子的不慣在攻擊 會不會覺得這樣子的 對我覺得選舉 如果到最後連這個最後的人性都沒有的話 那真的實在是讓人太心痛了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1450是誰的專長 然後躲在鍵盤後面 他才不管你身體好不好 他才不管講什麼話 他只管你錢 誰給他錢就是誰的老闆 誰是老闆 所以躲在鍵盤後面這樣的操作 然後這樣子以身體的這樣子做為一個 好像選舉的這種 遏止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不妥 人不能夠脫離人性 如果人脫離人性的話 一點都不可愛 一點都不美麗 一點都不善良 那媒體的話 那媒體的話 會不會就是 希望他們可以有什麼 媒體 媒體我不敢講 因為這一個月來 真的就是這樣鋪天蓋地的 但是也還好 我們到基層上來 握了幾次手 大家都說 我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投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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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